828米高的迪拜哈利法塔 他无所畏惧说爬就爬 看不顺眼 再给玻璃外墙开个大洞 反乘时更是不按套路出牌 挂根绳子先一路小跑 然后纵身高高跃起 估计敢这么做的 放眼全世界只有阿汤哥 不过一天之前 他还被关在俄罗斯监狱里 但是很快 这里将被搅得天翻地覆 队友班极黑禁系统 小手轻轻一按 所有牢门全被打开 大批重刑犯蜂拥而出 监狱内瞬间一片混乱 此时伊森才优雅地走出牢房 翻越栏杆 一个大跳销洒落地 越个玉就是这么简单 但他却转头往回走 班极一脸疑惑 见伊森的态度十分坚决 没办法他只能照走 接二连三地打开闸门 轻轻松松放倒一个犯人 紧接着伊森像只猴子一样 在狭窄混乱的楼道中不断穿梭 最后闯进一间牢房 原来他是要救出玉有卷牢 此时大批玉璧赶到 伊森一记重拳 加轴机放倒一个 再出手格打 轮起一拳 狠狠撞上玻璃 然后将其一把甩飞 眼看预警越来越多 伊森二人不敢逗留 急速朝下层逃去 不曾想 近来到没有任何出口的地下室 而队友早已准备捉他 启动设备 地面瞬间融出一个大洞 二人沿着绳索 降至下水道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伊森等人顺利逃脱 将卷毛一枪打晕 运到另一辆车送走 这时才从黑妹口中得知 几天前他的爱人间搭档 奉命截获一份秘密文件 不料得手后却被人跟踪 在楼梯口迅速干掉一个 跑到顶层拿出紧急设备 按下启动 紧接着加速一跃而下 转身射击 整套动作丝毫不拖泥带水 在落地的瞬间被气囊接住 可此时来不及松懈 翻身举枪连射 又一追兵应声倒地 至此一切都很顺利 眼看任务完成 特工得意地准备撤离 谁知刚走进巷口 就迎面遇到个金发美女 同时手机突然发出警报 不等他反应 对方已连开竖枪 特工引恨西北 随即公文包被美女抢走 而特工手机上显示此人 正是神出鬼没的女杀手莫洛 本来根本无需伊森出手 但被抢的文件非常重要 是俄罗斯的核弹发射密码 听到这里 伊森倒吸一口凉气 据他所知 有个自称酷婆的极端分子 一心想利用核弹引发世界大战 如今莫洛拿到发射密码 那么库婆绝对是幕后黑手 可他的身份极其神秘 唯一的档案 深藏于克里姆林宫内 想要盗取几乎不太可能 但对于伊森的小队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经过一番乔装改办 伊森和班级两人 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进入 与此同时 黑妹放出一只气球 等飞到烟囱的上方 投下一枚干扰器 伊森的假身份 随即被植入安检系统 有惊无险地顺利通过 沿途不断有个士兵进入 而这一幕不免有点讽刺 来到档案室所在楼层 伊森插入万能解码器 安全门被轻松打开 接着在监控放上干扰器 用探头观察走廊的情况 班级则拿出声音模拟器 发出水滴掉落的音效 骗保安去卫生间查看 两人迅速撑起一块幕布 放上平板 支起摄像头 对周围环境进行建模 并自动捕捉保安的眼神 真实模拟他看到的景象 以此达到隐形效果 到达档案室后 伊森开始迅速翻找 可谁知 库博的身份信息竟不翼而飞 这是一个神秘人 突然侵入小队的通信频率 并故意将档案室的两人 暴露给保安 同时声称已准备好炸弹 这让伊森顿感不妙 立刻决定终止行动 所有人分头撤离 伊森沿地下秘密通道 来到出口后强装镇定 利用假身份大声喝斥守卫 随后撕掉伪装 打算扮成游客混入人群 可还没走出井 地面突然一阵晃动 再看身后 巨大的爆炸声 在克里姆林宫四处响起 伊森想逃却已经来不及 被波及炸晕当场 等他醒来时 发现已经被靠在病床上 俄方探长拿出一段通话录音 认定他就是爆炸案的始作俑者 伊森自知百口难辨 偷偷藏下一根取别针 等探长和手下谈完话后 伊森已经不见踪影 探长立刻焦急地望向窗外 结果意外发现 伊森被困于狭窄的腰线上 看着几十米高的大楼 探长一脸坏笑地叼起烟 示意他可以尽情发挥 谁知下一秒 伊森突然抽出腰带 顺着上方电线跳到一辆车底 然后有惊无险地翻滚在地 探长想去追 但已经来不及了 安全脱身后 伊森在一辆汽车里 找到来此访问的外交部长 从他的助理布兰特口中得知 在逃离克里姆林宫时 曾打过照面之人正式库博 这让伊森顿感大势不好 请求部长通知俄方提前做好准备 但部长却告诉他 一切都太晚了 自从爆炸发生后 俄美关系极度紧张 对方认定这是战争挑衅行为 矛头直指美国情报机构 总统已经签署了幽灵协议 IMF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组织 所谓幽灵协议 就是把IMF当成政府的替罪羊 不再受到国家任何保护和支援 同时上面要求部长抓伊森回去 诬陷他是个极端的恐怖分子 以此给俄方一个交代 但部长不忍心颠倒黑白 暗示伊森逃出去查清真相 说完还交给他一个U盘 里面有关于库博的全部资料 作为上级和朋友 部长的话让伊森动容 就在这时 他们的车突然遭到袭击 部长不幸被一枪爆头 紧接着司机也重弹身亡 汽车瞬间失去控制 一头栽进河里 伊森和布兰特急忙向上游 不料密集的火力再次起来 危机时刻 伊森集中生智 将照明弹塞进尸体袖口 奋力往外一推 岸上的敌人果然被吸引 而伊森和布兰特则趁机逃走 随后二人登上一列火车 与班级等人顺利会合 从部长留下的U盘中 了解到库博的真实身份 是一名极端的核武狂人 他从广岛和长崎获得灵感 认为只有摧毁现在的世界 重新建立秩序 人类才能迎来最终的和平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 女杀手将在36小时后 入驻迪拜的哈利法塔 而库博也将派手下前往 一旦他们交易成功 可谓危险重重 伊森将实情告诉给大家 是否参与自行决定 深思熟虑之后 班级和黑妹都自愿参加 就连临时加入的布兰特 也决定助伊森一臂之力 行动方案大致如下 由黑妹假扮女杀手 与库博的手下交易 而布兰特则冒充库博手下 去见真正的女杀手 说白了就是给他们掉个包 事不宜迟 几人很快来到沙漠中的迪拜 可到了酒店之后 小队就遇到了技术难题 由于防火墙级别过高 黑镜服务器需要很长时间 眼看买卖双方 在半小时后就会抵达 如今只能手动连接 才能接管电梯和监控 但机房外 配备了最高级别的安保 硬闯根本不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大楼外侵入 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自然落到了伊森的头上 用激光切下整块玻璃 给伊森戴上吸附手套 接下来请别眨眼 叠四中最让人血脉喷张的一段 即将上演 伊森仅凭一双吸附手套 就赶在一百多层的 哈利法塔外墙攀爬 好在他胆势过人 体能超强 稳扎稳打一点点向上 可谁曾想爬到半斗 一只手套居然没电了 导致伊森差点坠落 无奈他只能将其扔掉 继续艰难向上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到达目标楼层 随即拿出激光枪 开始切割玻璃外墙 可刚接到一半 意外再次发生 幸好他反应迅速 及时用另一只手吸住玻璃 不然整个系列将就此终结 接着又花费了几分钟宝贵时间 再次回到原来楼层 好在玻璃已经有了裂缝 伊森使出全身力气不断猛串 总算顺利闯了进来 迅速来到机房 插入接收器 班级立刻黑进系统 控制了电梯和监控 接着就是换掉楼层的房间号 这时布兰特发现 女杀手已提前进入电梯 伊森必须在一分钟内返回 否则无法进行下一步行动 而最快的方法 他只能再一次冒险 幸好布兰特眼不阴眼 及时抓住伊森的裤腿 脱险后众人稍作修整 布兰特戴上隐形眼镜 只需要眨两下 就会打印看到的文件 就在这时库博的手下也来到卷店 并带来一位密码鉴定专家 这下用假密码糊弄对方 肯定是行不通了 更糟糕的是 制造面具的仪器也出了不整 怎么办 时间紧迫 伊森决定赌一把 他推测 买卖双方应该还没见过面 索性干脆不带面具去交易 很快伊森见到杀手没落 而黑妹也与库博手下碰头 两方果然都没有察觉异常 伊森要求先鉴定密码 而黑妹这边要先检查钻石 就这样 完美错开时间 布兰特利用隐形眼镜 将拍到的密码 传输进黑妹的箱子里 等库博的手下打开时 所有文件刚好打印完成 班级则扮成酒店服务员 趁机拿走钻石 按伊森只是交给女杀手 至此一切都非常顺利 可就在交易结束时 女杀手突然识破了 布兰特的隐形眼镜 立刻命手下杀掉二人 而他则趁乱逃出房间 收到消息的黑妹 迅速将其拦下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杀夫之仇不共带天 黑妹出手凶狠无比 静一时忘记留下火口 直接一脚将他踹出窗外 而伊森这边解决掉两个杀手 捡起一部手机 迅速朝库博手下追据 可眼看此人就在前方 俄方探长偏偏又来捣乱 没办法伊森只能反击 不料枪声引起库博手下助脑 等伊森摆脱俄方探长后 对方已经跑出去老远 此时沙豹在头顶急速掠过 目标很快消失不见 幸好之前打印纸上有特殊材料 循着信号 伊森一路狂奔 目标突然急速逼近 伊森反应机敏 跳到对方的车顶 经过一番缠斗 扯下一块人皮面具 原来对方竟是库博本人 此时再想去追 已经为时太晚 他怀疑小队中出了内部 矛头直接指向了布兰特 就凭他这干净利落的身手 根本不像助理那么简单 事到如今 布兰特只得坦白特工身份 而之所以隐瞒 是出于某种原因 一场闹剧过后 伊森联系上线人 独自出门去与其会面 这时布兰特才对班级和黑妹 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原来在不久前 他送命暗中保护一对夫妻 结果任务失败 导致妻子被人肢解 并且面目全非 丈夫也不知所踪 自己之前保护的对象 正是伊森夫妇 而伊森此前坐牢 就是为了给妻子报仇 布兰特觉得愧对伊森 所以自愿参加这次任务 不过伊森对此却一无所知 很快伊森找到线人 就是开头被救出的卷毛 他的表格是个军火商 刚好与库博有生意往来 从他那里得知 俄罗斯曾将一颗淘汰的军用卫星 卖给印度的某位传媒大横 库博肯定会利用其发射核弹 想要阻止 就必须提前关闭这颗卫星 于是伊森集结小队 马不停蹄地飞往印度 不料几人前脚刚走 军火商就通知了俄方探长 抵达孟买后行动立即展开 黑魅利用美色 诱惑传媒大横 待两人独处时 直接暴力将其制服 逼问出卫星接入代码 而另一边 班级黑进酒店主机 关闭了巨型散热片 布兰特穿上特制金属外衣 顺着通风管道一跃而下 落在磁悬浮小车上方 随后班级远程遥控 将其送进机房 可就在准备输入代码时 服务器突发故障 竟无法连接卫星 散热片也重新开启 原来库博闯进一家电视台 用病毒切断了 服务器与卫星的联系 班级立刻逆向追踪信号 找到具体位置后 伊森火速朝电视台进发 这边布兰特深陷危险之中 班级将散热片转速调到最大 利用风力和磁力 将布兰特安全救出 与此同时 库博上传了新的认证密码 重启了卫星的军用参数 接着向俄罗斯核潜艇 下达了发射核弹的指令 舰长见密码无误后 向中央指挥部打去确认电话 殊不知 信号已经被库博干扰 他谎称指令无误 随即一枚核弹发射升空 直逼美国的西亚图 此时伊森和黑妹正驱车赶来 听到核弹已经发射 决定争取最后一次机会 那就是按下发射箱里的终止键 眼看伊森等人追来 库博命手下折返回去 毁掉卫星主机 黑妹试图阻止对方 不料却意外重担 幸好没有击中要害 这时布兰特和班级也赶到 但主机已经被毁 对方还切断了电源 眼下必须尽快恢复 否则伊森抢到发射箱 也将无济于事 此时伊森正全力追赶库博 两人冲进一个停车场 开始了发射箱的争夺战 经过几番滑落 眼看就要被伊森拿到 不料库博突然出现 爆起发射箱 为了他所谓的新世界 直接从高处跳了下去 现在怎么办 离合弹爆炸仅剩不到一分钟 情急之下 伊森坐上一辆车 系好安全带 一脚油门也冲了下去 要说玩命这一款 阿汤哥就从来没怂过 借助安全气囊 伊森捡回一条命 他挣扎着爬向发射箱 可暗下中只见却毫无反应 因为布兰特还在 与库博手下撕打 无法启动电源 班级率先修好服务器 一枪解决了库博手下 随后启动电源 黑妹插入硬盘 伊森按下中只见 核弹失去动力落入海中 一场惊天危机成功化解 这事俄方探长也带对感到 原来军火商通宗报信 也是伊森安排的 这样才能证明他的清白 不久后 伊森小队再次集结 布兰特也坦承了自己的秘密 为没能保护伊森的妻子道歉 没想到伊森也说出了一个秘密 原来他的妻子朱利亚根本没死 以他的身份和经历 注定无法给他普通人的安稳生活 所以组织安排了那次假死事件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他 而伊森锒铛入狱 完全是为了接近卷毛 从而获得关于库博的一切资料 得知真相的布兰特示然一笑 决定继续留在伊森的小队 告别布兰特后 伊森独自看着人群中的一个女人发呆 那人正是他的妻子朱利亚 而朱利亚也看到了伊森 两人相视一笑 看着爱人已经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 伊森放心地转身离去 未来还有更多不可能的任务 等待着他去完成 《谍中谍4》上映于2011年 被誉为该系列的巅峰之作 除了眼花缭乱的刀科技装备 各种惊险刺激的动作场面 也同样让人大呼惑 尽管看了开头就猜到结尾 但还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也许就是经典的魅力 又或许是阿汤哥的魔力使然 不知您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欢迎一起讨论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小梦下期见